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一起來腦洞猜看看 這款又是5000人打造的礦式巨作 後面的真實面紗為何 福生幻境 台灣代理商是魔塊遊戲 跟之前介紹的劍霞世界3為同個代理 雖然有些人會認為該公司背後跟騰訊有關 但如果沒有看到能佐證的資料前 我是都不會輕易下判斷 而這次就剛好在中國的某個遊戲評測網站 找到相關佐證資料 並且翻了一下官網對照後 也確認該公司為中國異幻所推出的海外代理 而這間異幻實際為中國無錫寶通所持有 之前介紹的魯華遊戲 週末陣線的開發商聚貨網路也隸屬於他旗下 而至於無錫寶通與騰訊兩者 我並沒有找到他們直接的關聯性或者隸屬關係 畢竟前者也算大公司 就算有業務合作也很正常 有人會認為這款遊戲會不會是另一款 福生為清歌 學九州幻想再幻名重生的作品 但實際上兩者內容還是有所差異 而且福生為清歌的官方FB 到現在還是有好好的經營中 6月份也還有2000萬的營收 千萬不要誤會人家 福生幻境 該遊戲依照我之前找到的資料 認定為福生邀會卷這款遊戲 不過那時候覺得那款遊戲為水墨渲染風格 以及吸油機的縫合體 跟台版目前公布的內容差異頗大 而且福生邀會卷 之前的版本是無法選擇職業的 限定玩家只能用孫悟空開局 而且也沒有官網主打的4個職業可以選 導致我後來又去找了別款遊戲 而好巧不巧某天FB 推送給我該款遊戲的業配廣告 仔細看了一下畫面 確實是對得上 代表我一開始的方向並沒有錯 那麼我們就基於福生邀會卷 來跟台版資料做比較吧 遊戲在中國的2020年公測 不過這款份Game的命運 並沒有其他換皮大家族獲得滋潤 上架約不到一年 就在2021年良趣停運 但在今年7月26號 卻有新的內測版本上架 改成可以選4種職業了 這邊我們就開始比對 第一位 龍劍 陸版為天癡 職業為近戰 武器技能同為相似的天劍與飛刃 第二位 鳳舞 陸版為青羽 職業為遠程法師 武器技能同為相似的月輪與雙刀 第三位 靈狐 陸版為紫衫 職業為輔助奶媽 武器技能同為相似的靈筆與鐮刀 第四位 虎衛 陸版為赤牙 職業為坦克 武器技能同為相似的劍盾與戰斧 這四位比較下來 人物除了幾個特徵外 跟力會本身都沒有關係 不排除是為了迎合現在的二次元潮流 又或者是出於某些理由才導致美術不一致 而其實遊戲還沒上架 到時候再改風格也是有可能的 畢竟換皮改模組對廠商早已是駕輕就熟 再來我們比較有比較關鍵的遊戲畫面 如果你有在FB刷到該款遊戲的廣告的話 可以發現這兩者應該是100%一致的 所以我才敢肯定我之前推測的方向沒有錯 總之遊戲玩法跟內容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畢竟老觀眾都知道 但凡看到這種有大翅膀的遊戲 99款有100款都是垃圾居多 建議直接關閉忽略就好 而且從來上架前都不會有實際畫面 大概除了藝人跟代言人是真的以外 其他內容都是虛構誇大的 什麼5000人開發、開放室、元宇宙、NFT、UE引擎、光追等 用些浮誇專業的詞彙割那些 測試衛生的韭菜 遊戲宣傳一個比一個還唬爛 但實際打開後又都是極為相似的爛 如果你真的感興趣 可以再去搜尋那些會介紹的youtuber 喜歡就去玩 我不會阻止的 結論 眼見未必為真 廣告僅供參考 通常這類遊戲 為了吸引玩家填手機註冊 都會祭出預約送禮抽獎的活動 像是抽手機 Gogoro PS5 電玩等 或點卡商品券之類的獎項 其實目前主流的廠商做行銷 是很少開頭就送高價商品拉人氣的 頂多就是送送周邊或者遊戲道具 點卡商品券我個人是比較相信 因為靠公關能取得的成本比較低 至於其他獎項 我還是比較純疑 當然這類換筆手遊 隨便就能從韭菜身上反手賺個幾千萬 這點也確實只是微不足道的投資而已 如果真的有觀眾中了大獎 請務必留言分享契約給大家 而利益總是死人眼盲 就跟最近盛行的柬埔寨詐騙一樣 千萬不要相信天下有白癡的午餐 致富如果那麼容易 每個人都找是比爾蓋茲或者伊隆馬斯科了 如果你還年輕 卻沒什麼方向 對海外也抱有憧憬 請優先考慮去比較主流的國家 我也曾去澳洲待過兩年 雖然不能說賺大錢吧 但開開眼界跟拓展世界觀還是可以的 而且至少相對來說比較安全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請問清楚 請問這件事 示範 請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